哈嘍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給我換塔的一些攻略 那這個遊戲目前是推出了三四天了 然後每天會逐個開放一些等級 那我就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遊戲中你可能會錯過的一些 新手小知識 以及自己遊玩的一些經驗體驗 首先是對這個遊戲的簡單介紹 那換塔這款遊戲 請大家把它當成一款 MMORPG遊戲 遊戲裡面比較注重的是聯機 以及跟朋友玩家之間的互動 也意味著我們在戰鬥的時候 不論是吃東西 按下選單按鈕 或者釋放出聯機聽人的時候 你的玩家這個世界都不會暫停 其他人也都還在這個世界活動當中 遊戲中的劇情 美術好不好看 我覺得這個是見仁見智的 那我這裡主要會討論的就是 這個遊戲的其他一些玩法 也是這個遊戲最主要的賣點 很多新手玩家剛入坑的時候 可能都跟我一樣 不了解這個遊戲的大世界探索 到底是怎麼運行的 地圖上的圖標分別代表著什麼意思 那我這邊就簡單幫大家解疑一下 那我們先簡單看到這張遊戲的大地圖 首先是黃色這一大圖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遊戲那個地圖的boss 這個boss是可以多人一起攻略的 再來是這個像小帳篷一樣的東西 這個帳篷就是寶箱跟怪物的所在地 如果是那樣藍色的 代表這裡的寶箱你還沒有打開 如果是那樣灰色的 代表這邊的寶箱你已經開過了 至於有三個帳篷疊在一起的 代表這邊很可能會有精英怪物 精英怪物打過之後很有可能會掉一些 載具的素材 集齊完整的素材之後就可以獲得一個 完整的載具 然後是這個像消防栓一樣的東西 這個有亮燈的才代表有開放 然後有開放的訓練裝置打過之後 可以獲得一些 能夠兌換禮物盒的訓練積分 最後他地圖上那個長的比較像 gps 定位裝置的東西 那個就是我們的傳送秒點 只要在地圖上任意一個位置 開啟這個地圖 按傳送秒點 就可以傳送到那個地方 再來是小地圖上面的一些標誌 首先藍色集體號 那個就是我們的支線任務的所在地 紫色的特殊符號形狀東西 則是新門 新門就是我們可以打到一些 武器突破素材的地方 特別提醒一下就是新門有分稀有度的 所以只要說你想打多一點素材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這個新門的稀有度是多少 然後最右邊的看起來很像 溫泉散溫暖的東西 這東西其實是個飯鍋 到這邊的話就可以自己進行烹飪 另外順便提一下 烹飪除了既有的食譜 也可以選擇使用自岩 自岩最多放進15個食材 然後 每多放一個食材就會增加成功率 自岩出來的食物 可能可以幫助你解鎖新的食譜 也可能是重新發現 以前已經烹飪過的菜肴 然後每個新發現的菜肴 都可以通過圖鑑這邊獲得一些 墨金 小地圖上看起來很像披薩的那坨東西 是一種叫做圓能倉的寶箱 這種寶箱可能可以給你墨金 或者抽卡券 之類的東西 而且會增加探索度 最後 兩個菱形疊在一起的那個小圖標則是 黑河或者金河的所在位置 那有些黑河或者金河 會很自然的浮在海面上 或者浮在天空中 但是大部分其他的黑河或者金河 獲取的方式 都需要透過完成一系列的 小任務小遊戲 那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些這種小遊戲 首先的蒲公英 只要打到有黑河的蒲公英 就可以直接獲得這個黑河 再來是這個像棚栽一樣的東西 這個只要用有火元素的武器 去點燃他的話 他就會吐出獎勵給你了 下面這個長得像礦坑一樣的東西 同樣也是要用火元素去點燃他 點燃之後他就會購出他的黑河 或者金河 要記得再撿一下 才可以獲得這個獎勵 然後這個看起來像水澡一樣的東西 附近找一找一定會有這種水元素晶體 這要把它 督進去這個草裡面 這個草就會噴出黑河或者金河的獎勵 這一坨看起來像蘑菇的東西 則是要打開聲音玩遊戲 我們要按照順序踩到對的蘑菇 他就會給出那個獎勵 那怎麼知道他是不是對的 就是要認真聽一下 踩這個東西發出來的聲音 聽到那個聲音 聽起來像對的的聲音的話 那你就 按順序踩就可以拿到這個獎勵了 再來是這個看起來像是在 舉著一個球的東西 我們需要用七點魔方炸一下 他就會跑出那個黑河或者金河了 那七點魔方是左邊數來 第四個看起來像正方形的東西 順便跟大家補充一下一個元氣的小知識 就是我們在上陣元氣的時候 總共可以上陣三套不同的元氣 然後在手機畫面只要點擊 左鍵就可以切換成另一種不同的元氣 電腦的話快捷鍵是G 接著一樣簡單跟大家聊一下 遊戲的抽卡系統 那換塔的抽卡系統主要是分成 武器跟意志精選 武器又可以分成黑河跟金河的抽卡 黑河因為平常 看守世界拿到的會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是想抽就可以直接抽掉 遊戲里因為意志 大部分靠農的 好像都可以農到 武器也可以啊 但是武器的稀有度通常會高一點 所以比較多玩家花錢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傾向 去花在抽武器身上 武器抽卡的保底制度是 80抽會有保底 並且中間你就算已經 出貨了一個金卡的話 也不會重置這個保底 目前這款遊戲是前30抽 就會有一個隱藏的保底制度 我們在第30抽 可以拿到自己的第一張金色 然後如果運氣比較一般的正常人的話 在第80抽的時候 可以拿到自己的第二張金卡 那雖然說是這麼說 但是目前還是比較不建議玩家 去花 墨金來買這個抽卡次數 因為在遊戲推出幾個禮拜之後 會推出所謂的限定池 限定池的抽卡要用這個紅色的金球來抽 如果有玩原神的 大概也知道就是常駐池跟限定池 絕對是要去抽限定池的 所以你的墨金 可能可以留一點給未來的那個限定池 另外未來的這個限定池 也是180抽就一定可以保底 獲得新的限定角色的 接著來聊聊武器的強度吧 因為這款遊戲不只是有PVE的傷害計算 後面也會有PVP 所以不少熱心的入伏玩家 已經有這個強度綁 那他們比較推薦的兩把武器 分別是火鐮刀 還有雷雙槍 我自己目前是比較幸運 有這把雷雙槍 實用起來的體驗感覺 我只能說真的是還蠻爽的 但是因為目前也才開服沒有多久 所以這個武器的 強度綁 大家可以參考參考就好 最重要的還是自己體驗起來的感受吧 每個武器也都有自己的操作手法 那這個操作手法其實比較複雜一點點 大家也可以多練幾下 像是A幾下之後重擊 這個大劍可以把別人往天上吹 或者你在天上的時候按下 Ctrl再加左鍵 可以直接往地面進行下弱攻擊之類的 比較具體的武器屬性 類型或者 破防充能效果 還有技能連招什麼的 大家可以自己進到 已經擁有的武器這邊 點擊 技能進行查看 說不定大家練一練之後有自己比較 上手的武器 然後對這個強度綁應該也會有不同看法 覺得自己認為 比較好用比較強的武器 可能是哪一個吧 這邊簡單分享一些 大家可能已經知道的戰鬥小知識 像是幻石他的CD是15秒 戰鬥中閃避在蠻冷卻的情況下 最多可以連閃三次 戰鬥中小怪血條下面顯示的屬性 代表使用這個屬性可以打出 比較高額的克制屬性傷害 平常在大世界如果想要自動回血的話 記得要吃飽一點 因為吃飽之後會 自己消耗這個保濕度來進行回血 最後來看一下我們這個人物的面板 這個面板的屬性 會取決於三點 第一點是你三把武器總共能夠提供的 所有屬性加成加在一起 第二點是抑制 同樣是三把武器身上裝的所有抑制 能一直疊加起來都會給你的人物進行總加成 最後是裝備 那裝備的效果 就是只要我們有強化那個裝備 就算後面換成更高階的武器 他的效果也是可以100%的繼承的 每個裝備主要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他的 隨機屬性 其他的基礎屬性都是一樣的 所以假如說你看到一個比較好的 隨機屬性 可以選擇留下那件裝備然後把那件的裝備慢慢給強化進階上去 最後的最後再額外補充兩點 就是目前啊所有玩家 每天可以建議你去 這個鯨魚島這邊玩一下他的夾娃娃機 每天都可以有一次免費的夾取機會 然後這個夾娃娃機能夠夾到的獎勵就是一些 隨機的擺劍 同樣的東西在班吉斯的黑市也可以獲得 每天我們都可以去找這個霍普金斯玩一次遊戲 然後拆箱子 一樣是可以從箱子裡面獲得一個 隨機的手辦 那這部影片就先暫時介紹這麼多 目前這個遊戲一定也還有更多是我沒有摸索過 還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前面可能也有我講錯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哪裡你覺得 我講的有問題的話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有其他更多的建議 其他更多想分享的東西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其他人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我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我是大海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大家拜拜 哦隊友冰大錘真的好強 你們看下大風我的影片 朋友enes枝 obil不一樣有東西 回應 tile